来自巴生的14岁女孩严欣怡 辅出世便由一对华裔夫妇领养 但由于当初领养孩子时并没有依据程序 报声纸上著名了非大马公民 导致她在小六那年办理身份证时遭遇重重障碍 让父母在国民登记局奔走多时 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正值青春少爱的欣怡 对其他同龄朋友能够到国外观光游玩 艳羡不已 但却因为无法办理护照 迟时无法议员出国梦 如果没有IC的话很辛苦 然后读书读到一般不能读 出国也不能读 就出国然后去念大学 然后去适应一下那些环境 因为不一样地方 就跟朋友去环球世界这样 协助处理这项个案的 马华巴生区会投诉局副主任 拿督陈浩坤 对此促请欣怡父母尽快宣誓 完成领养手势 并准备完整的资料 而马华也将致函 促请国民登记局加快处理 让欣怡能够早日取得公民权 和其他国民一样享有升学 购买保险等福利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